不要再被这个魔鬼所嚼容 不要再被他所刺激 权力要在自己的手上 不是这个使女这个鬼说了在 是保罗说了在 是尼苏说了在 所以接下来你看到没有 保罗用权力的时候 这个鬼就从这使女身上出来了 他就不叫坏 那么弟兄姐妹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 敢鬼他其实是权柄的章节 敢鬼不仅仅是敢鬼 敢鬼是权柄的章节 但在这个权柄之前 你一定是心中有道的 有属灵的分辨力和洞察力的 你有属灵的分辨力和洞察力 你想得分辨得出来 对不对 他这个行为 道理到底从何而来 他这个思想意念 到底是从何而来 对不对 你要是你属灵的分辨力都没有 属灵的洞察力都没有 如何用权柄呢 所以你看到必须是要有属灵的分辨力和洞察力 而属灵的分辨力就与什么都关系呢 第二姐妹 就与你明白属灵的事有关系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这里第二章的第十一十节 十节到这个十六节 从十节开始 只有神记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圣灵参透万事 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我要跟你说啊 其实我们到最后都是活在道里 活在灵力的 你看人也好 看事也好 看环境也好 都不再凭肉眼睛看 不再凭这个天然人的这个感官去感知了 而是凭什么 凭你灵力的眼睛看 凭神的话 神的道去看 活在神的道里面 活在神的灵里面 才是最高境界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习神的话 为什么要在真理上 真道上成长 因为只有这样 你越发的怎样 越发的具备有熟灵的眼光 你越明白真理 真道 越有熟灵眼光 越有分辨力 圣灵参透万事 那么圣灵参透万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的 对不起没 不能说圣灵参透万事 你就一无所知 啥也不知道 那就跟你没关系 是不是 你必须要知道 圣灵是参透万事的圣灵 但这位参透万事的圣灵 他不是住在我里面吗 不是在我的灵里面吗 如果我发展真理 听真理的到发展熟灵的生命 圣灵参透万事 那么我也能参透万事 是不是 就是神深奥的事 也参透了 根据上下文 神深奥的事 是什么事 弟兄姐妹 神深奥的事 就是耶稣基督 并他定十字架的事 所以你看第七一说 我们讲的 那是从前所隐藏 神奥秘的智慧 那从前是隐藏的 是奥秘的 就是神在万事以前 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 怎么得荣耀的 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 没有一个知道的 他们若知道 就不把荣耀的主 定在世的家里 耶稣定世的家里 耶稣成就的结果 弟兄姐妹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阿们了 但那使我们 在基督里的是本乎神 神又使他成为 我们的智慧 公益圣洁救赎 这是前面 一章三十一节讲到的 所以基督成为 我们的智慧 公益圣洁救赎 如何成就 透过他定十字架 我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 并他定十字架 保罗传的道 是不是 他有一个核心 保罗讲道是有核心的 贯彻始终的 一个思想 那就是耶稣基督 并他定十字架 你好好听我讲道 你好好听我讲道 你也会发现 我的讲道是有核心的 是有体系的 不是东达一片 西河一片 杂乱无章的 冒出来一个灵感 是不是 搞一点心灵鸡汤 天天写两句 写个心灵鸡汤 有什么用 必须要有话语体系 要有一个从始到终的思想 真理的思想 贯彻始终 提纲协灵 构建 真理的体系 能听明白吗 这个很重要 阿们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的华尔世公 是有体系的 它是有一个核心思想的 耶稣基督 并他定十字架 这个救恩成就以后 你成为新造的人 对不对 在基督里 你成为新造的人 基督新造 基督是他的救恩 他所有的 他的计划作 他的救恩前面 新造 因为他的救恩 你成为新造 基督救恩 新造生命 这是我们的思想体系 真理体系 是我们的话尔体系 提纲协灵 成为我们 话尔的 强大的全面的体系 那么这一切 在旧约的时代 以前的时代 都是隐藏的呀 没有人知道的呀 人们就知道 我有罪业 我是个罪人 天天都说 我犯了多少罪 其他的事还不知道 是不是 信耶稣他不明白 真理现在也是这样 但是今天你看了没有 当你看到 连神深奥的事都参透了 圣灵参透万事 连神深奥的事都参透了 那么你是熟灵的人 你也能参透万事 那这神深奥的事参透 是什么深奥的事呢 就是耶稣基督 变弹这神奥家 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 成为我们的功利圣洁 成为我们的救赎 我们是新造人 这在以前的时代 是隐藏的 没有人知道的是奥币 现在的时代显明出来 保罗的时代显明出来 是不是 在我们当今的时代 被显明出来 传扬出来 那么弟兄姐妹 你只有明白 进到这个领域当中 你才有分辨力 服侍动达一切 你就会知道 这些东西到底从哪里 你心里面就很明亮 一门门亲 你看下面一节都说 是不是 十一节说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 谁知道人的事 像这样除了神的灵 也没有人知道 神的事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只有灵 才能参透完事 神的灵参透神的事 人的灵参透人的事 但神的灵 住在人的灵里面的时候 人的灵 和神的灵合一的时候 他又能参透神的事 又能参透人的事 那魔鬼的事 就不是事了 啥事都不是事 明白吗 亲爱的女友姐妹 所以你看下面 越讲越强大 越讲越强大 所以下面说 十三节说 十二节说 我们所领受的 并不是世上的灵 世上的灵是什么灵 这是魔鬼来的 我们所领受的 并不是世上的灵 而是从神来的灵 看 圣灵参透万事 而且你还领受圣灵 领受这个参透万事的圣灵 你还啥也不知道啊 整天问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了 一看就是不明白道 不明白真理 你要明白道 明白真理 要知道圣灵参透万事 你领受的圣灵 领受这位参透万事的圣灵 你问人怎么办 干什么 问你里面的圣灵 自己在灵里面祷告 在灵里面按照真理来思想 你就得参透 你还问怎么办 干什么 是不是 你今天晚上开始 要把怎么办 三个字从你的字眼里 给我划掉 别人老是问当弟兄怎么办 李姐妹怎么办 王牧师怎么办 赵牧师怎么办 朱长老怎么办 是不是 问什么问 这里说得很清楚 我们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 要是世上的灵 那你说怎么办 那都可以 世上的灵是愚昧无知的 蒙蔽人的 狭知人的 活在黑暗里的 他当然不知道怎么办 可是我们领受的是 从神来的灵 就我们能知道 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是不是 神赐给你 身体干什么 不就是让你知道事吗 可是你遇到事的 你仨也不知道 还问这个 问哪个呢 怎么办 你为什么不问 你里面的心理呢 弟兄姐妹 你需要不但要开发你的脑子 还要开发你的灵 你要做的事 每天好好听到 是不是 遇到啥事的 开发你的脑子 开发你的灵 智慧就出来了 答案就出来了 一去洪水的江河 就从你的户中 涌流出来了 阿们吗 你说你连这个 一点小事都不知道怎么办的人 咋用权柄 咋干鬼 你看哪一个王坐在位置上 整天说 怎么办 这可怎么办 他要是这样的话 坐在位置上 天天问怎么办 他能当王吗 下面的人 早把他拉下去 啥都不知道的一个人 啥一不懂不会的人 还坐在位置上 就知道问怎么办的人 还要让你当王 哈哈哈哈 人家拜登八十岁了 是不是八十 八十二了 比特朗普大四岁 人家从来不承认自己年老 从来不说自己不行了 是不是 明明走路 演讲演好了 讲好了 不知道怎么下台的时候 他这样专业的 他从来都不承认 我老了 我不信了 我不中用了 从来不承认 下台还有他老婆扶着下台的人 是不是 人家都说 我看起来像四十岁 明明到八十岁的人 八十二岁的人 说自己看起来像四十岁 是不是 明明自己都那么大年龄了 八十多岁了 看到没有 有的时候就反应不回来了 他偏偏从来不会说 他说我就是有智慧的 我虽然年龄比你们长一年 智慧多呀 智慧大呀 他要是说自己不行了 身体也不行了 牢牢不中用了 他还能当吗 还能坐在那位置上了吗 你早就不能拉下去了 是不是 你神的耳语 你基督徒 你是君征的祭司 在面问怎么办 魔鬼就把你拉下去了 知道不知道 你还敢诡异 魔鬼随便放个烟雾蛋 就把你骗在弹弹转了 你就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你怎么干鬼啊 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所以你要看到 熟灵的人 他会知道这些事情 神的事 人的事 鬼的事 熟灵的事 物质界的事 他都知道 你不知道 天天问怎么办 只能说明一件事 你不是个熟灵的人 你还是个熟肉体的人 一个熟血气的人 你还不是一个 坐在位置上 一个智慧的 有道的民君 你还只是一个被魔鬼骗在弹弹乱的人 被奴役挟制受伤害的人 换言之 你的角色定位就定错了 你把你自己的角色定位定位为受害者 失败者 失败者 是不是 你定位的定错了 所以你嘴巴里出来会说怎么办 现在啥也不知道 我要跟你说 从今天晚上开始 把你的角色定位定对 你是被圣灵所生的人 你是活在基督里新造的人 你是君子的祭司 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与基督一同做王的 你是得圣者 你里面有圣灵 圣灵能参透万事 你是属灵的人 你也能参透万事 他这个定位定准啊 先这么定准啊 这么相信啊 智慧就出来了 答案就出来了 活水江河涌流就出来了 怎么办 三个字 在你的字眼里面 老海里面 心里面 咔咔咔 删掉 是不是 你坐在位置上 你是与基督一同做王的 看 今天晚上预备这个凳子 对不对 你坐在这个位置上 你坐在正正的 阿们吗 彰显出王的这个智慧 气质 啥事你就说 这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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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你要做的是下命令 你要做的是彰显信心 你要做的是 让这个道 从你的头里面出来 彰显出权柄 你要做的是 给出答案 阿们吗 你所有的话 都应该是答案的话 权柄的话 智慧的话 这么办的话 你到底想怎么办 是不是 先问一下你自己 是 孩子上学怎么办 在哪个学校怎么办 身上有胎记了 这胎记怎么办 你说能不能处掉 谁能不能处置 这胎记的事还问怎么办 啥人 只要你开发你的脑子 开发你的灵 你都不会问怎么办 问怎么办的人 都是不开发脑子的人 也不开发灵的人 你本来是一个网 为什么活得像个木偶和机器人呢 啥事都问别人呢 你本来是一个网 应该活出王的智慧 王的信心 王的权并 王的主权 要这么办 你想要怎么办 就怎么办 听明白没 这听我讲到的地方 你们 那都是头脑风暴啊 阿门不阿门 你看醋的焦躁 就是帮你往下拉 万一往下扁低 你听一场错误的道 脑子里灌了一脑子叫糊 你听错误的教导 听到心里面一谈糟 身体的病 本来有病 听了以后病得更严重了 所以听到这以后 听了几十年 除了会有 第一 我是个罪人 认罪 可能每天会认罪 第二就是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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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就是认罪 我是罪人 我有罪 我是个罪人 都罪毁 第二就是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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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不一致 怎么办 神不听祷告 怎么办 这孩子没淘气 怎么办 身上有胎记 怎么办 这个病还没得医治 怎么办 我给他祷告 怎么舍不尽 怎么办 你要更新 不要那么干 活得像个啥样 你要听了真理的道 听了他的道 淋了他的教 取了他真理 要脱去你们从前 行为上的救人 把你的心智改换一新 你的思想 你的心智都要更新 穿上新人 你是新造的人 你是与基督一同做网 啥事 答案 不要在外面求 问这个 问那个 小心他把你给骗了 把你给卖了 是不是 所有的问题 答案应该向里面问 向里面寻求 基督徒都高办了 都往外面求 都往外面寻找 其实答案就在他自己里面 就在他心里面 就在他脑 灵里面 是不是 郭美云 是不是 神道公主 就在你心里 就在你灵里面 你啥事 为什么问外面的人呢 他懂个啥 他知道你的啥事啊 问问你自己的心 你想怎么办 是不是 是不是 在问问你里面的圣灵 根据神的道 根据神的灵 根据你的心 答案就出来了 是你的带领 和你内心的倾向 愿望和渴望 与神道 神的道法 真理一致 它就是答案 看到没有 你要有道 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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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心 到底想要怎么办 三折 合在一块 就是答案呢 阿们吗 谁能交代出你 这样的好办法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一定是你里面的强大权 又有道 又敏锐圣灵 又心里面内心的倾向 你心里面道理想要怎么 你都清楚了 你毕竟是熟灵的人洞察万事 清楚分辨出这个事 第一是第一毛是毛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接下来赶鬼的事 不就很简单的吗 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吗 权柄的事了吗 你连分辨都分辨不出来 你干个啥鬼 你看人家保罗赶鬼之前 都在分辨了 他没有第一天 光就赶鬼用权柄 是不是 弟兄姐妹 还没有问别人 问希腊 这怎么办 跟女的一直跟在后面交换 怎么办 你没有在这祷告会的时候 祷告神啊 我没参加祷告会呢 跟女的一天到晚 跟在后面交换 神啊 这个还怎么办呢 神啊 救救你帮助 有没有 你看保罗也不问人 也不问神 他心里面在想 理里面在分辨 明白吗 他里面又有道又有真理 然后就几天下来 他发现心里厌粉 与他的灵里不一致 与他的心里不一致 与真理不一致 与神做事的方法 次序不一致 是不是 还问怎么办干啥 他已经知道分辨出来 接下来就是权力 这么办 你一定要记住 当用权力的时候 那就是这么办的 在用权力之前 你是用道用灵 用你的心来分裂的 洞察他的 你只有越有道真理 越对圣灵敏锐 心里面越清楚明白 你用这个权柄才越精准 你苏联分辨力 洞察力 越是清楚明白 你的权柄用得越到位 越精准 所以保罗 权柄你发出这么办的时候 刷 事情就简单了 阿们吗 跟我说 这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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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你想怎么办 就怎么办 明白吗 你说怎么办 就怎么办 你说这么办 就这么办 你说那么办 就那么办 所以这是你领受神的理 那可不是白领受的 你别让你领受半天 是你白领受的 好 到最后我不认识你 离开我去了 你白领受的 你不认识了吗 啥事都怎么办 怎么办 到最后耶稣说 我不认识你 离开我去了 你都不知道怎么办 你太认识你 干啥 所以弟兄姐妹 你领受的圣灵 圣灵在你里面 它就是帮助你的 所以接下来十三节说 哥利多前书二章十三节 并且我们讲述这些事 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 将熟灵的话 解释熟灵的事 是不是 知道啥意思吗 听我跟你讲 这里的意思 就是在告诉你 当你领受的圣灵 圣灵会教导你 圣灵会指教你 让你学会说 拥有熟灵的眼光 洞察世界 洞察参透文 并且圣灵还会指教你 给你熟灵的话 解释熟灵的事 你不但能洞察 分辨的清楚明白 你还用话语来应付它 话语来同管它 话语来地理它 有没有吗 不是光让你知道这个事 还要让你怎么管理这个事 不是光让你知道这个问题 还让你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厉害不厉害 可是我们太多的基督徒 我只想说 我越来越发现 百分之九十九的基督徒 一生一世都让圣灵在你里面 毫无作为 圣灵是个绅士 如果你不听真理的道 如果你不寻求圣灵 问圣灵 没有经过你的统一 它是不会说什么的 当我明白这些真理了以后 我傻事都不问人啊 以前我有老师 我问老师 这几年老师 他还不如我 他傻事还问我 听见没 我现在啥事都问圣灵 阿们 透过神的道 寻求 灵指教我 参透万事 圣灵指教我 当初的话 来治理这些事情 阿们吗 这就是怎样 这就是圣灵指教言语 将熟灵的话 解释熟灵的事 看到没有 任何的事情 只要有话都能解释 熟灵的话 解释熟灵的事 这是一个 化事的时间 每一个领域都是这样 画和事 为什么受那么多的教育 读那么多的书 然后再去工作 做事情 所有的教育 不都是为了画吗 所有的工作 这个不是事吗 有没有发现 画永远在前面 事永远在后面 是不是 所以这是一个画和事的世界 简称画事的世界 画与事工 现在明白 什么叫化如事工的了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事工 不是祷告事工 不是医病事工 不是慈善事工 不是夫妻淫会的事工 不是赶鬼的事工 最大的事工是 化如事工 明白吗 可惜的是 但是人们在画尔事工当中 民受的太少了 就算是真的看见了 他也不珍惜了 能够 珍惜真理真道的人 真的不多 有的人 一个月都坚持不住 就被拉破了 你要能坚持一年 两年 三年 十年 一辈子都坚持的话 你绝对是厉害的 老法文 阿们啊 这画如的事工 构造的是你里面 强大的熟灵世界 使你具备有熟灵的眼光 熟灵的洞察力 熟灵的权柄和能力 熟灵的荣耀尊贵的彰显 熟灵的话 解释熟灵的事 不就是你说了三个 阿们 你所有的失败 都是化如事工上的事 所以你要所有的得胜 都是化如事工上的得胜 阿们吗 身体健康出现问题 根本原因是化如事工出问题 婚姻家庭出问题 根本原因是化如事工出问题 人际关系出问题 人际关系出问题 根本原因是化如事工出问题 这都不算啥 连保罗扫罗这样的人 神都能拯救 是不是 我相信在座的没有一个人 你看的比保罗还厉害 你看看人家保罗 弟兄姐妹 你必须要知道一件事 保罗他以前是亵渎神的 逼迫人的 从记者党那里拿文书 把基督徒男女老少子挂起来 吓到街里 连司提反被石头打死的时候 保罗在现场拿着衣服 看着衣服啥意思 说白了他扯回的 是不是打人 抓人 杀人 是不是罪人 罪人中的罪魁 金木泰前书一章十三节 我从前是亵渎神的 逼迫人的 无慢人的 对不对 你再怎么身体健康出问题 婚姻家庭出问题 人际关系出问题 顶多也是你个人的事 这不小事而已 你有保罗这么厉害吗 保罗可是逼 吸毒神 逼迫人类 拿石头打人 这些人都挺大的 基斯堂那里拿文书 逼迫使 把基督徒 抓起来 下到街里 这样的一个人 就这样的一个人 你看他说 然而我还蒙得怜悯 所以 你还是有机会的了 只要你不放弃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绝对是比保罗更有机会 就像保罗这样的人 他还蒙得怜悯 接下来一句话 我要跟你讲的 是你以前从来没听过的 准备好了没 安全带记好 做好 安全带记好 保罗说 因我是不信 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 什么意思 那就是说保罗打人 保罗逼迫人 保罗指挥人 看人的衣服 人家拉着石头 打死自己的 保罗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他不信 不明白的时候做的 换言之 当他蒙得怜悯以后 他信了以后 他明白了以后 他还会做这个事吗 还会做吗 就不会做了 所以你要明白一件事 是不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 那么不信不明白 是不信什么 不明白什么 是不是不信真理 不信真理的道 不明白真理 不明白真理的道 就是不信不明白 就是不信不明白 不明白 他接受了以后 他接受了耶稣以后 后来他得到的真理 得到了启示 得到了福音的启示 激动救恩的启示以后 他明白了真理以后 他相信了他明白了以后 他得到了这么强大的化学事工 以后他还会干那事吗 不会了 那他会干啥 他就被神使用 被神的爱激励 被世面的大文充满 被神的道歧视 所怎样 充满 他就成为被神大大实用的人 阿们吧阿们 所以你所有的软弱 失败无论 不管是身体健康 婚姻家庭 人际关系 财务状况 所有的事情 根本原因 都是你不信不明白的原因 看到没有 换言之 根本原因就是你 没有化学事工 不信化学事工 不明白化学事工 当你开始信化学事工 明白化学事工 像保罗这样 他都能够被怜悯 都能够被神使用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要告诉你 你的身体 必健康 因为你开始明白化学事工 我要告诉你 你的婚姻家庭 必被建造 必成为荣耀的见证 因为你开始有婚姻家庭的化学事工 你开始相信和明白婚姻家庭的化学事工 你的人际关系 你的事工 你的事业 你的财务 你所有的一切 包括你心灵的成长 你所有的一切 都会蒙福 得胜 强大切 因为你开始 拥有了这样的化学事工 听明白的喊喊喊 看到没有 所以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化语的世界 先化语在世前 阿们 好 马上要结束了 所以属灵的话 解释属灵的事 一定是化语在先 事情在后 你没有属灵的话 怎么解决属灵的事 你啥事都搞不了 啥事都给你搞砸 所以你现在能活着 还有一口气在 真的不容易啊 真的不容易啊 那都是神怜悯 好多人 他都一口气都没有了 都没活着了 你不知道吗 我的同学 我的同乡 好多人 他们都不在了 我们还活着 各位姐妹 为什么我们活着 因为神给我们一口气息 我们要学习 属灵的话 当我们把属灵的话学好了 化事工建造好 强大的化语事工 化语第一 属灵的话第一 好了以后 其他所有的事都会被恢复 属灵的话 解释属灵的事 所有的事都能解释好 十四节 然而属灵的人 不理会神 是灵的事 反倒一个愚拙 所以他愚拙 进予的愚拙 吃大杯 你不要当一个属血气的人了 好不好 你要当一个属灵的人 那追求属灵的话 追求化的事工 反倒一个愚拙这样的人 他就是属血气的人 他最后啥也没有 什么都得不到 一决不正 但你竟然可以东山再起 你有化语事工 你能东山再起 他没有化语事工 他现在一决不正了 知道没 并且不能知道 因为这些事 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你只有属灵的人 你才能看透这些事情 因为你属灵的人 永远专注的是化语 一定要记住 属灵的人 他专注的是化语 只有属血气的人 他专注的是肉体 才出去各自这事 那事 这问题 那问题 所以属灵的人 属灵的话 属灵的事 今天晚上发现没有 把这个放到一块 先是属灵的人 然后属灵的话 再然后属灵的事 赶鬼在什么 赶鬼只不过属灵的事而已 排到最后了 阿们吧 健康也是一样 每一个领域都是这样 你先要记忆你是什么人 属灵的人 然后建造属灵的话 挂着属灵 再然后你所有的事 不管啥事 对你来讲都是属灵的 你都能干好 你急啥呀 属灵的人没做好 属灵的话还没建造好 就像干属灵的事 干的越多 砸的越多 就我现在 我还不敢多干了 神越来越让我谨慎了 是不是 一定要在话术上建造 属灵的人上建造 属灵的话术上建造 接下来属灵的事 人就自然而然 随到屈臣 阿弥 阿弥 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世 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 所以属灵的人看不懂属灵的人 像我这样的人一般人看不懂 只有神的公主看得懂 只有听我讲到的弟兄姐妹们看了 是不是 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 但我们有基督的心 所以你看属灵的人 他拥有的是 不但拥有神赐给他的圣灵 他还拥有基督的心 灵是圣灵的灵 心是基督的心 这样子丢竟没有 就发展了这样的一个境界 阿弥嘛 圣灵 基督的心 圣灵就在里面 然后他是属灵的人 属灵的话 属灵的是 干鬼 杀杀杀 多么精准 这是今天晚上的分享 啊 对今天晚上这个信息很重要啊 因为会帮助你 从此以后 你的目标就清楚了 要做一个属灵的人 要建造属灵的化学施工 然后再做属灵的事情 解释属灵的事 是不是 好好地听真理的道啊 听了他的道 灵了他的教 学了他的真理 你就会成为属灵的人了 你就会拥有基督的心了 你就会拥有属灵的话 解释属灵的事啊 一切都越来越好啊 阿们 听明白的哈们 相信的哈们 你说的家伙们哈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分享 哈利路易啊 谢谢天父爸爸 谢谢主义主 祝福了今天晚上的聚会 祝福在我们当中 每一位宝贵的孩子 宝贵的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在真理上 一统扎根 一统成长 感谢天父 把圣灵赐给我们 圣灵参透万事 连神深奥的事都参透了 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 教导我们 指教我们 训练我们 使我们成为属灵的人 训练我们 说属灵的话 建造属灵的话 建造属灵的话 还是施工体系 帮助我们用属灵的话 解释属灵的事 感谢圣灵 感谢你赐福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赐福我们当中 每一位宝贵的孩子 宝贵的弟兄姐妹 一切的荣耀 凯恩多归给天父爸爸 同心和你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